A股大盘不乐观 有人炒股亏了 亏就亏了呗 他接着亏 一亏再亏 亏到吃不下饭 有的人亏都哭了 两行累啊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为到伤心处啊 中国这个股市 特别是个A股大盘 某权威经济学家 鄙视不屑 说那是因为股市 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 他主张说市场经济出了问题 也只能用更加市场的办法来解决 嗯那什么叫更加市场啊 不知道 这天知道 因为人权威了以后 他就定义权 蔡玉当年股市设计的一些专家说 我们这个股市有先天性的缺陷啊 你比方说做空机制 你这个做空机制 它不符合中小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中小投资者在股市当中 得不到公平的资源分配 所以这个股市 你需要先把空中堵上 然后才能呢 起平走稳 起平的起 是企业那个起 都是经济学家 有的经济学家比较另类啊 比方说年薪 1500万的首席经济学家 眼光独到 宁肯花钱弄些假冒 伪劣产品 弄到头部上抹呀抹 他也没追风老胡啊 没家仓筑底啊 没有在股市上 这个等待繁花四斤啊 哎呀 我看看最近这几天 普天下只有老胡子 心心满满 那叫一个爆棚啊 老胡放眼 说如果窥盗只剩下五万块钱 我绝不得老连的埋到图里去 我老胡也算见过市面的人 到了五十万 最后还剩下五万 恶劣一件江龙父老啊 所以我觉得绝不会发生那一幕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绝不会 老胡果然是条汉子 狂飙突进 家仓十二万 直到昨天 他仍然坚持 2800点以下遍地黄金 冲天乡镇透长安 满城近代黄金甲 壮载 我不炒股 也看不懂大盘 最近也看不懂老胡 当然我理解 人家经济学家的深刻思想更困难 我想不明白的是 你说A股大盘植入老胡 这么一棵消息树 它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 模范带头作用 依我对老胡的了解 你以为他炒股呢 炒股不是老胡的兴趣点 而是炒股市 炒股市和炒股区别在哪 你懂的 你说一个人以一己之力 能把A股大盘叼起来 那当然了不得呀 老妈如果叫盖亚 老爹叫巴塞东 那儿子就该叫安泰 大英雄 有无穷力量 如果老胡真把这大盘叼起来 股民要谢天谢地 谢老胡 英雄赞歌唱不尽呢 可是事实是很残酷的 你的土多少口水 才能把大盘叼起来 叼不起来 你浮起来也行啊 大盘是口水能浮起来的吗 中国的金融 从启动护身港通 护轮通 内地与香港债券通 互换通 到放开外资金融机构 在华持股比例限制 再到大幅扩大 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 再到深化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呀 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开放 应该说一直在行进中 最近我们开金融工作会议嘛 强调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稳慎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这就是说金融市场啊 大金融啊 是比股市大得多的 超大的棋盘 这个中国的棋盘 与国际金融市场 有牵涉到里的联系 A股是股市的一部分 除了股市 还有欺市 还有债市 还有人民币国际市场 A股是股市的一部分 这是一 股市是金融的一部分 这是二 有人把A股比作金融 明眼人看得清楚啊 这个A股的走势啊 A股的大盘啊 并不与中国金融正相关 A股的大盘走势 并不代表中国金融的走势 A股大盘的走势 更不是中国金融的情与表 我记得我当年做节目 讲2015年的股灾 大家记忆忧心吧 那个时候股票市场去杠杆啊 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钱 进入股市 开始呢 大家都疯了 哎 这股市这玩意儿也太微妙 钱多了也慌 股民纷纷抛售股票 股市就陷入了快速下跌的 恶性循环 呦呦 那股票专家 那时候那个火呀 乌鸦嘴呀 叮嘀叮嘀叮嘀 叫个不停 肆无忌惮的舆论 使得投资者失去了理性 加剧了股市泡沫 所以如果我们把2015年的股灾 作为一个背景 我们现在来分析 老胡炒股市的舆论效应 到底怎么样 我倾向认为 不取决于老胡的主格约望 应该明确一件事 就是A股大盘的走势 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常常处于 背离状态 这种现象由来已久 不是今天的事啊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有人说 赌场论不得要理 有人说阴谋 阴谋论投射的是人性 那大家散户赔成这个样子 小寡妇哭焚 老爷们也哭啊 实属无奈啊 老胡高调唱贺 赠之以痛 暴之以歌 三体逻辑 地球人看不懂 我就更看不懂 有人主张给政府施加压力 把资金投向股市 行行行 这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能不能问一句呢 如果有底漏 你这不是暴心救火吗 2015年的股灾教训 还没有吸取足够吗 世界经济复苏 动力不足 外部环境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 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弄清了吗 金融开放和确保国家金融经济安全 在A股这个盘子上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 怎么一个关联 说得清楚吗 老胡现在在A股大盘上 基本上是独角戏 可以呼吸进 可以呼吸退 可以呼吸左 可以呼吸右 可以呼吸上 呼吸下 可以呼吸止 也可以呼吸闪 假如老胡就是个普通的股民 但是作为一棵消息树 东歪歪 喜歪歪 那效果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在想 与其使汉利器 叼大盘 或者仅仅是 做了一个叼大盘的状态 号召股民杀入城里 绝金子 不如擦亮眼睛 认真观察大局 独角戏也很累 少累了就歇歇呗 稳中囚禁工作 总基地要对退休了的老胡 也许管用 老胡有一天 大盘叼不动 他就叼我那小房子 很成功 祝贺老胡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